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主播小甜甜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硬科幻片《超级战舰》,故事的开始,美国用通讯卫星向太空发射信号,试图联系外星生物,画面回到地球,男主埃里克斯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,一事无成的人,他在酒吧撩到一个大兄妹萨姆,在得知萨姆想吃鸡肉卷后,为讨得萨姆的欢心,去商店偷了鸡肉卷,哪怕被警察追得无处可逃,萨姆被埃里克斯的行为感动, 两人就开始了交往,后来,埃里克斯因为自己哥哥是海军舰长的关系,而当上了海军上尉,被派去参加环太平洋海军军演,而此次联合军演的司令正是萨姆的父亲,但是埃里克斯在军演的第一天就惹出麻烦,他不仅集合大会迟到,还和日本舰长打了一架,甚至被通知在演习结束后会被海军除名,而另一边,几艘来历不明的飞船正在向地球靠近, 其中一艘在飞行过程中因为撞到地球卫星坠毁于香港,另外的四艘则齐刷刷地落到了海军演习的海域,原来这是内地行星对地球人类发射信号的回应,其中三艘军舰奉命前去查看海面上的外星飞船, 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物体居然在雷达上无法显示,埃里克斯等人乘坐小艇接近外星飞船进一步勘察,他在不经意间碰触了飞船的防御系统,结果瞬间被击飞,然后一个巨大防御场笼罩在太平洋上,将侦察的三艘军舰与主力舰队隔离,这防御场相当厉害,刀枪不入, 这时,隐藏在海底的另外两艘外星巨舰冲破水面,出现在海军面前,埃里克斯在返回军舰的途中,却作死地下令攻击外星战舰,于是外星战舰发射一连串的炮弹还击,还将埃里克斯哥哥的战舰炸得粉碎,埃里克斯回到了军舰后,得知由于包括自己哥哥在内的所有高级军官全体阵亡,根据新规,他将成为新任舰长,痛失兄长和上司的他失去理智,准备为他们报仇,于是疯狂向外星巨舰冲去, 一同前往侦察的另一艘日本军舰,也向着外星战舰开炮,但日本军舰却被外星人的还击击毁,埃里克斯经过其他人劝阻,终于看清了形势,选择打捞日本幸存船员,然后暂时逃离,但外星战舰放出三个巨大的溜溜球状武器,摧毁了附近岛屿的交通枢纽和军事战地,这样防御场里面就没有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军事设备,然后攻占了人类的卫星基地,准备向自己的母星发送消息, 而美国海军在海里打捞起一个外星人,并对其进行研究,但中途外星人醒来抓住了埃里克斯的头,埃里克斯在幻觉中看到外星人将地球摧毁,于是便准备开始反击外星巨舰,但是由于美国军舰的雷达被破坏,所以扫描不到外星人的踪迹, 此时被救上来的日本海军想出来一个办法,就是用海里的浮标去检测外星战舰的位置,经过所有人的配合,终于用导弹击中了两艘外星人的战舰,另外一艘外星战舰看出了人类的套路,所以海军便不再按照套路出牌, 埃里克斯指挥战舰埋伏在峡湾的一侧,利用外星人害怕强烈阳光的弱点来击败他们,他和日本海军用狙击枪击穿了外星战舰的驾驶舱玻璃,乘胜追击地又发射了一枚炸弹,击沉了外星战舰,就在所有人欢天喜地庆祝时,外星人的溜溜球武器再次袭击了人类的战舰,就在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,埃里克斯却告诉大家,还有一艘已经退役多年的老战舰,密苏里号,他们坐上救生艇来到密苏里号, 在二战老兵的帮助下,他们顺利地启动了他,向着海上最后一艘控制防御场的外星战舰开去,外星战舰被击伤,船体损失严重,防御场也开始消失了,此时在人类卫星发射信号基地,外星人在等待连接自己的母星发射信息,萨姆恰巧正在此处为他的病人进行运动康复治疗,了解外星人目的后,就联系埃里克斯,告诉他希望他炸毁这里,于是埃里克斯用战舰的最后一枚炮弹摧毁了那里的信号基地, 使外星人联系母星的行动,以失败告终,迫不得已,外星人再一次使用溜溜球武器,但由于防御场的消失,其他海军战舰也加入到战斗中,赶来的战斗机将最后一艘外星战舰就地摧毁,电影的最后,埃里克斯获得了嘉奖,但最令他高兴的,还是经过未来岳父的同意,和萨姆成功地在一起了,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,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,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,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,我们下期见